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赴中港澳签订农产订单,不过韩会见中联办的举动也惹意,所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接受广播专访批评,如果只为了生活,吃得饱就好,那跟猪狗禽兽有什么差别,引发讨论,不过骂声中,也有人有不同看法,像是台北市长柯文哲,听闻后也表示,这是出于马斯洛理论,先是满足生理需求,再来是安全的需求, 社会需求,尊严需求,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求,所以陈明通只是把科学理论用很粗俗的话讲,而出版人,作家闫泽雅,也在脸书上说,很多人在骂陈明通,或看了他发言,想说,他只是引用孔孟,还不到需要下台的地步吧,他引述孔孟经典,孔子,君子时无求宝,孟子,人之意于禽兽者几兮,庶民去之,君子存之,翻译,庶民把人以为, 异于禽兽的那一点点特质舍弃掉了,只有君子保存下来,不过,他也强调,辩论并非要为陈明通脱罪,因为他分析,陈明通话语中也确实带有其事,我说陈明通的话来自孔孟,是为他脱罪吗?不是的,我是在提醒大家满脑子文言文的危险,文言文如果未经消化,会害你不经意讲出不该讲的话, 像陈主委这次,用现在的脑袋,就会发现孔子只是勉力君子,孟子却在贬低树民,还把他们贬低到禽兽层次,这不是歧视,什么是歧视? 别有网友分享呼应我完全明白陈明通的意思要表达什么,那些人为了卖鱼卖菜卖水果而接受中共的九二共识,立国两制,把台湾的主权出卖掉,这根本就是严重错误,害了全台湾人,谁不知那些订单都是中共送的甜头,他们就是透过农业进行统战,韩国瑜硕士论文就是研究中国统战的,他怎么可能不知道? 其实新闻中心,送和报道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下载苹果新闻网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